Hello 各位朋友 你好嗎 今天是星期一來的 香港時間是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 星期一快樂 星期一我很喜歡一個的時間 就是因為又是時間在全力追蹤的目標 I like it 就是每一天比星期一對我們來說更加振奮 就是星期一 今天看到的題目就是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 你知道我有兩個女兒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兩個女兒叫什麼 如果你知道我兩個女兒叫什麼名字 你把她兩個名字打在下面 看看你有多了解我 我知道有些朋友是 我爸爸媽媽 我兩個女兒 就是很多朋友 無論你是做了父母沒有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我那裡來看 我有兩個女兒 媽女Charles Chanel 我大女兒 小女兒就是Chanel 她現在讀一年八 其實我是怎樣跟她說的呢 就是 其實你讀不讀大學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在這個時間 學歷是太過被高估的 尤其是在今時今日 2019年 學歷是太過被高估的 而太多人是很沉嘴於學歷 那裡的想法很簡單 我想問各位家長 如果你有家長 又或者我看看你怎樣看 讀大學來做什麼 你覺得 所有東西目標為本 好嗎 讀大學來做什麼 我聽到很多的家長或者朋友說 沒有啊 讀我的書 找份好工 剛剛 讀好一些書 找份好工 但是為什麼你看到很多很出色的人 是不這樣想的 是否很有趣 通常是打工心態的人會這樣想的 因為想有一技之長 希望就是出來找份工 希望不要被人解僱 那不如這樣說 那就一輩子了 很多朋友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你發覺是 很多人是要爭取入一些名校 就是因為他覺得拿著這一張的Degree 這張Certificate 令到他出來的勞動市場 可以競爭得好些 所以就很緊張 所以你看到剛剛是 過去這個時間 很多的學校剛剛暑假了 上一陣子香港的DSE 又派了 放了榜 很多全球不同 學校地區的中學 又派了成績表 你看到很多家長 尤其是亞洲家長 可能讀了書 找份好工 第一件事我想知道就是 或者你也同意 現在沒有說是否有一份好工 如果你想讀一個Degree出來 找一份好工 其實就不是太有存在這件事 無論你認不認同 這個叫事實 還有你發覺現在的人工 和十幾二十年前分別不大 好了 即是你想說些甚麼 我回到剛才的點 就是如果父母 你要子女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教些甚麼 其實我覺得人很簡單 我們應該教是怎樣 解決問題的人的能力 而不是教他們怎樣用這個工具 我舉個例子 取是一個工具來的 當有一輛車在那裡 你要是把它解剖或拆開它 那旁邊有些鎚 有些鉗 那你的想法是怎樣 我怎樣可以拆開它 研究一下引擎 這個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鎚就是鎚 剪就是剪 那些是工具 教人用工具是沒有用的 現在我看不到學校 是教任何的學生 當然有些學校是好的 或者它會教一些學生 是思路怎樣解決問題 但是大部分的學校 都是教一些學生怎樣用取 怎樣用把教誌 怎樣用accounting做事 而不是教它怎樣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入了一間很出色的學校 出來之後 去見工 其實很坦白說 我們請人 怎會理會你在哪裏讀大學 講真 第一件事 我會問你 究竟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到什麼 你可以帶到什麼價值給這間公司 怎樣因爲你的出現 令到這間公司 是要向前邁進 你解決問題 的能力去到哪裏 你的創意在哪裏 並不是你讀過什麼的Degree 尤其是你看到很多 或者你不聽我說的 或者是不相信的 其實你不用怎樣聽我說 或者信不信我 你看到很多很出色的創業家 對這個世界很有貢獻的人 很多都是不需要Degree 因爲這件事是沒得學的 你的理想 你怎麽看這個世界 你說貢獻 學校是沒得教你的 對不對 如果那人有沒得學的時候 我想問 學校教你什麽呢 教你的工具 其實工具是不值錢的 如果每個人都是說真的 你回去拿到我 我當你那個帳戶 整個街上都是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能力 就是說 無論你放些什麽在你面前 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一個才是最值錢的東西 這一個就是社會最需要的能力 並不是那些刀刀叉叉 刀刀叉叉叉 尤其是現在的AI 你會發覺 如果你只是刀刀叉叉 你將會第一個被淘汰 怎樣是令到現在出來的AI 5G走出來 那個科技走出來 它是不可以取代你的 就是你的創造力 就是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果你所認識的東西 只是一些知識 我可以告訴你 你很快被淘汰 為什麼 我只需要在Google那裡打一個問題 例如說 How to build a rocket 它會立即有很多的搜尋走出來 即是說 其實是起火箭這件事 其實那個技巧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其實每個人在YouTube 在Google 你可以學習怎樣做桌子 怎樣開一間餐廳 怎樣做銷售 完全沒有秘密 因為這些是每個人都找到的 但是解決問題是不同的 好 當有什麼事發生 你怎樣解決 或者你的創意在哪裡 這些是沒得學的 所以如果有些家長 你還覺得 是把你的子女丟到現在的製造機械人的學校那裡 你真的要想一想 尤其是如果你已經在一些很傳統的學校畢業了 有了Degree的 你看看你今天你自己是怎樣的 如果你自己都是沒什麼特別的時候 你把你的子女再丟回去這個機器裡面的時候 他也會變成一個沒什麼特別的人 同一個行為出同一個結果 同一間學校差不多是出同一班的機械人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看看 現在你的學校那裡 現在或者是你自己的學校 或者是我以前讀的學校 有哪一間學校是真正教我們怎樣處理問題 怎樣解決問題 怎樣打開我們的思維 令到我們很大膽 什麼都這樣做 很正面 所以為什麼不要想著把你兒子送去什麼所謂的名校 我要講所謂的名校 我看到很多讀完無論他是什麼大學出來對社會的貢獻 貢獻是零的 跟著他在社會的地位是零的 仍然是很掙扎求存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 當然不是全部 我不可以一觸高打船人的 因為這個世界是不會100%的 永遠都是例外 當然有些人不讀大學 仍然是一個 完全是沒有這個將來的 明白的 所以大家聽我的播放 不要走到一邊 不要將我一兩個東西 將它無限放大 明白的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為什麼我們不在一些地方 例如說 尤其是我看到為什麼我這麼 這個題目那麼重要 我知道有很多年輕人 他沒有這樣的能力是讀大學的 讀一間好學校的 這樣又怎麼樣 你看到現在很震撼到 很幫助到這個世界的創業家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八九成 八成的 的millionaire 就是百萬富翁 億萬富翁 是self made的 很少可以從一些很明的學校走出來的 這個就是信心 各位家長 現在盡快你教導 你給一個環境 你的小朋友 怎樣教他 解決問題 而不是用一個工具 你讀那個degree叫做工具 工具是沒有用的 你放螺絲批在那裡 是沒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怎樣用這支螺絲批 來做一些很偉大的 這個才是有用的 但是真的不幸運 剛剛所說的 大部分的學校是沒有學的 所以有些人說 有些人批評說 哇 有些大學生很不行 或者是現在的那些人很不行 其實就不是說現在的那些人 或者是什麼時候的那些人 不行的人就永遠都不行 但是如果大學這麼好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出來的大學生都不行呢 大學生是由大學出來的 如果你說現在的大學生不行 那就是說製造大學生 這個地方不行 大學生是個結果來的 你看 大學生是個產品來的 大學是個原因來的 如果大部分都有這樣的 argument 就是說都是認同 現在大學生好像越來越過水準差的時候 那就是說其實不關大學生的事 是個教育的系統出問題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還要浪費四年 甚至五年 進去讀一個無關痛恨的學位呢 為什麼呢 如果你那五年 你學是怎樣擺在你的技能 一個技能那裡 學一些你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你想一下怎樣用這個有興趣的東西呢 是幫助更多人 四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什麼都做到的 如果你用四年時間 你讀一個Degree 我用四年時間 你學習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你猜哪一個走得快點 這個叫一 這個叫二 我把我所有精神放在一個技能那裡 然後我想怎樣幫助無限的人 你覺得哪一個的將來會高點 這個叫二 將你的答案寫在下面那裡 剛剛我所說的那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學校是沒得學的 第二件事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案 周圍你都可以找到的 是不用錢的 其實那個想法就這麼簡單 你看到那些書 記住 我所說的是你不需要學業 但是永遠你都需要學習 是兩件事來的 我是很討厭學校的 但是我很喜歡學習的 我給一些什麼advise給年青人 不要為你的advise給年青人 不要把希望在那些advise給年青人 有些人說 那些advise給年青人是入場券 視乎你怎樣看 有些公司覺得很重要的 如果那些公司覺得是 advise給年青人先的 不要向那些公司做 走開 肯定是不到位的 譬如現在你看到 在Google做會有些人 在Microsoft做會有些人 在SpaceX做會有些人 你在Tesla做會有些人 那些world class的人做會有些人 其實很有趣 他不會太看你是什麼degree 有時候你聽一下Elon Musk 你看Google Alaric Page所說的 大家說同樣東西 現在去到2019年 一個大學的學位 重要性遠遠是被高估 在這一刻 所以各位朋友 沒有degree的 給你自己掌聲 用多些時間 轉移某一個技巧 然後向前出發 好嗎 所以大併心記將這個blogcast 分享出去 還有 比如說 çiPhoneX 頂不斷 有質疑